北京时间8月10日,据波士顿当地媒体消息,凯尔特人主帅布兰德·史蒂文斯在雅虎的播客,谈到了球队下赛季的首发阵容安排。 上个赛季季后发期间,凯尔特人的首发五户分别是杰森塔图姆、埃尔阔弧德、杰伦布朗、斯里罗提尔和埃隆贝恩斯,而下赛季,戈邦海沃德和凯利欧文都将回归球队,尽管竞争激烈,但少帅似乎对手发的安排已经成竹在胸,我们会像我们一直做的那样做,我们有8名,9名,甚至10名球员可以出任首发。 他举了一个例子,马库斯·斯马特已经打了两年替补,我从来没有想过马库斯·斯马特会是个无法取得成功的人,我们会有不同的阵容,每个人都能得到不同的机会,很多机会都会产生重要影响。 总结上赛季,史蒂恩斯在球队的防守表示肯定,并认为像赛季球队会更强调进攻,我原以为我们会进攻强一点,防守落后一点,事实上却刚好相反。 数据上看,过去我们进攻端还不够和冠军球队相平衛,防守端,我们非常棒,尤其是和联盟其他球队相比的时候,上赛季凯尔特人在缺少欧文,还我的两位核心球员的情况下,依然打进东部决赛。 强悍的球队防守,球队任劲,西方无数,北塞季欧文,还我的康复归队,健康的凯尔特人士向塞季争渡冠军有力竞争队,期待他们的表现。 喜欢的老铁们,请点赞,关注,评论,收藏,转发。